這位藝術建築3號來 圖滿余毅錫相軍那些藝術建築那些事情 再一個多二十到六支而言 修復原神裡面的二十四條第三條 就是再用第二套設施 它不叫做藝術建築 那我們下次如果要開會的話 應該就藝術建築本體要開會 第一修 這個當然今天這個事情我覺得調整的應該是 13頁之當的 即使歷史建築本體就只有馬基壯 就是這個蔣先是兩位將軍的助勝 其他的都不私立之間 只能寫在修復原則的第三條 二十四條的定案 我們要再講一個定組嗎 我以後面這邊 我也是從直徑看 這樣比較想定組嗎 那個 雅澤周恩教委的一個定組 我忘記了 你好 你好 OK 對 對 就是現在的這個紅色虛線的範圍 這個是歷史建築的本體 那其他隸屬的包括這個舊的 就是李玉璽還有這個附屬二號 這個其實就是配合將來再利用去做調整 在本體範圍 再利用必要設施 那再利用必要設施 當然今天審查這個報告是可以通過的 但是以下記錄和處理歷史建築本體這個事情的時候 應該是職業 只要考慮這個文化資產價值 跟這個歷史建築本體 即13頁這裡 這張圖裡面 我們即13頁 我們就承認這個叫做歷史建築本體 這張是交代的任務員 訂閲 登錄的時候交代的任務員 其他的大概就暫時都比較顏色 所以這也暫時不要去鎖定他到 你是不是在這張圖上面比較有顏色 應該都是同一個意思會的本體 這樣講清楚 聽說 好 今天我們主要討論就是他在修物計畫 這樣 那後續就還有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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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其他其他其他 他要針對實際力量的改變 那我想請來開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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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缺乏用日本時代的戶籍的資料 去把曾經做過的那些人的事情把它釐清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可疑 可是那是跟歷史價值有關係的 我會建議這個部分還是要 哪有其他人的資料 好 謝謝王老師 我會讓你覺得很想 你覺得很想要 結對啦 我幫你也大概翻了一下 整個報告書的那個內容 那我想有很多的那個價值的釐清 其實應該有機會透過這樣子的計畫做釐清 那除了剛剛王老師提到的 就是日本時代接收的 因為可以看得到剛所接收的那個圖 那我想有沒有機會找到日本時代 就是海軍省1939年接收之後的狀態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保留 但是我覺得戰後的這個部分 有關居住者的資訊 這個部分目前看起來就是三個人 包括報告書裡面也把李玉璣拿進來談 那對於那個山洞 因為還有一個梅玉芬的已經拆掉了 金山南路那個部分已經拆掉了 然後蔣千馬記壯的這個部分的處理 我自己覺得其實很多 大概都是兩三段關於他們個人歷史的說明 那有沒有機會針對他們的後代 包括馬記壯的後代 那個蔣千的那個後代進行處理 進一步那個裴玉芬的那個後代 有機會去做討論 那目前看起來是後端的那個修復技術 跟那個再利用的討論其實很多 但是前端的那個部分其實不多 所以我是不是建議 如果有機會的話前端的這個部分 包括日本時代的這個部分 有機會多一點點說明 以上 建主師要給我 建主師要給我 建主老師的指導 好 那這個部分確實在 其實這個案子最早是 中特大的吳老師他們就開始啟動 那當時在跟國防部 還有他們的後代去做一些 希望做一些訪談或調查的時候 其實都遭受到一些困境 所以目前在確實在這一塊的部分 我們找到的資訊更多 那確實國防部那邊 其實我們的這部分推進是有一些困難度的 那你先說明 其實你知道國防部要找日期 其實是一個不可憐的事情嗎 因為它吵對地板 日本的這個 尤其在二班的前期 幾個台灣總數都是海軍出身的 那時候海軍的地位比陸續還高 所以它這個地方 它的地位歷史的價值相當高 如果能夠補充的話 可能還是要信任去補充 那至於戰後的這個將官 我想郭文貴的命令 當然是有問題嗎 沒有 那我想這個 副總 老師那個 歷史價值的部分 是不是他們下次有機會 用專案會議的部分來報告 好 那我們就現在就這個 修復期在那種計劃部分的 在做的問題 那至於有關的歷史 或者它的範圍 或者以後它的那個 再回來以後去修復的信 還有會議在審查 那些議員請 所有委員請 評判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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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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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